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今天是6号了 现在是早上 我住在新德里朋友的家里面 是我在头条上认识的 然后介绍我到这边 他们在这边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两三年吧 公司 然后应该发展的挺好的 这边天气其实挺冷的 我在前两天在金奈的时候 就穿个短袖 甚至还可以上上风扇 现在这边必须要穿长袖跟外套了 其实挺冷的 昨天的话 我跑了一天 去找了一个这边的中国人 是做公司 就是做公司注册 代理这张这一块的 然后又去了那个仓库 或提到了朋友的宿舍里面去 先放他那里 然后又跟这边的一些华人 然后包括中国人 聊了一下 然后跟他们学习一下 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 其实这边像洛伊达这边的话 应该好多中国人 估计得好几千吧 因为最近两年很多大厂给搬过来了 像什么新旺达 深圳的包括Vivo OPPO这些大厂 还有一些配套的小厂 都是陆陆续续往这边签 所以说中国的 因为现在深圳的优势 已经慢慢的 就是已经丢失了吧 现在在深圳 好几千块钱都还招不到人 所以印度这边 自然人口也那么多 市场那么大 所以很多配套的设施 包括很多厂 我估计默默续续都会搬到这边来 其实怎么讲 反正现在我自己 也还在一头雾水 也在慢慢摸这些东西 就是看能不能 就是到底怎么弄 我还要仔细去想一下 这个视频的话 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前两个视频 怎么讲 那个视频本身 我是没有打草口的 就是想到了说到了 当然这些东西 本身就不该我去谈的 我既不是学政治 也不是学经济 也不是学什么专家学者 我就是一个商人 然后是学英语出身的 我对这些没有那么大的 至于印度将来发展什么样 其实我后面也没有得出结论 也没有跟大家说 简单来讲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种姓 是肯定要慢慢的废除的 其实在现在 我反正我跑了两个城市 在近那单的一个月 包括在现在里 有可能才单两天 有可能不难过吧 你说种姓这个东西 有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没有的 种姓在 种姓这个事情 如果说在我印象里面 最深的话 在近那一个月 就两个事情 就是我们当时 就是签网线的时候 那个第一种姓 应该是看就看得出来 颜色特别黑 跟非洲人一样 然后去房间 去装网线的时候 就是说问我 能不能喝水 我说当然可以 因为中国人的话 一般你不要 我也会给你 主动给你端水 然后我朋友说不要 就是说跟我说 你以后不要让别人 尤其是 那是说这种人 来我们家随便喝水 当时我就觉得挺难的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 这很正常 但是他们这边 有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气势 另外的话就是我前两天 计货的时候 就是一个货代公司的老板 然后带了一个 应该也算低种性的吧 就是从事体力脑洞的 一个人过去 那就是重新刚开始 刚开始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自己封箱 然后自己 因为我重新缠一下胶带 因为白马夫搞了很多次了 我说重新缠一遍胶带 我本来是我想自己弄的 然后他仅仅不让我弄 他说让他弄 然后后面包括搬下去的时候 我也是想 反正我觉得三个人 一人一伤 一下就下去了 他说不要 他说让他慢慢弄 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 最后还说 让我打赏了一百木骨 就是人民币十块钱 这个倒无所谓 主要是他后面 特意的跑到我耳朵 他说他们就是从事这种低中心 就是从事这种体力脑洞的 他说不要跟他们 意思也是带点歧视的那个吧 但是其他的我都没有觉得有多大的那个 总性这个东西我觉得早晚都会慢慢的废除掉 或者慢慢的 你想到尤其是在这种一线城市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宗教信仰问题 其实翻队律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那个的 知道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源自于这个宗教跟总性 总性肯定是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的 不对的 但是宗教这个东西 大家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商量的 不是说印度人里面没有刀 其实就算有刀 也有枪 我昨天晚上还特意查了一下 印度的民间的枪有好几千万只 那你说问题是 我觉得我在新闻上了解到的 是没有太多的枪击案跟砍杀案的 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讲 他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不会去犯罪 有可能大家说 那那这种高种性的 然后人家犯不着去犯罪 然后低种性的 怎么讲 他又买不起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印度教也好 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 大家一定要 辩证的去看 他有利有弊 知道吧 因为他们觉得 钱中国重要不是那个的 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他们这辈子 是很不太想去监狱的 所以说印度监狱 距离关了多少人 那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应该是挺少的 是吧 那这个墙的话 你说报险率低 什么什么东西 哎呀 怎么讲 这些东西 怎么讲呢 不是说强奸案没有 也不是说什么 荣誉谋杀 这些东西 那个 那这个女性地位低 这个问题是 很久很久很久 遗留下来的 不是说一下子能够改变的 当然我相信也慢慢去 会去改变 因为现在我在街上经常看到 女孩子在开车啊 包括那个 有可能会慢慢的 会有所改变 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个人知道吧 相对而言来讲 我是觉得不会是一个大的社会矛盾吧 他本身虽然很乱很那个 但是再乱又能乱到哪里去了 然后至于说那人家本人 男方准率很高啊 只是没有报道而已 怎么讲呢 尤其像中国人黑印度 你说能黑就尽量黑是吧 如果能找到新闻材料 你现在的这种资讯速度 怎么可能说会很少很少呢 是吧 就像西方现在黑中国一样 中国稍微出点什么事情 不是大肆的报道 大肆的那个嘛 那那那中国黑印度是一样的嘛 就是现在中国人黑印度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什么阿三 那个那二十年前 那别人西方也是这样子看中国的嘛 是不是 至于说还有一些问题 很多人说啊一百万算什么 我靠 印度经济落后 中国二十年 你想一想 如果说二十年前 中国有多少人是百万富翁 是不是 你看一下我这个身后 这个是一个小区 这种那个二十年前 中国是什么样子 大家心里不清楚 是不是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 如果没有邓小平 如果没有袁隆平 面试 没有共产党的一名领导 大家真的有觉得 中国会比现在印度强多少吗 是不是 然后中国人其实有啥信仰 啥信仰都没有 做电商的林肯拜拜 马云 拜拜 六向东 都不想去拜拜 观音跟佛祖 是不是 没有信仰 只信仰金钱 导致的问题也会很多 你说这种存钱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中国人多少年轻人 现在负债 现在欠了银行多少钱 未来几年 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钱 都已经提前消费掉了 最后逼得去自杀的 一年每年报道有多少 是不是 你说中国这些其他国家 有没有这些问题 没有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盲目的 就觉得 哇 卡印度这个不行 永远不行 怎么讲 好 就像我说的 我本身也不是学什么专家 也不是学者 也不是什么张教授 也不是什么金教授 以后大家就不要跟我 针对这些事情 我之前就是在酒店的话 还有时间跟大家回回评评 我现在基本上都不会评论 因为我评论了 因为我现在没时间 我也要去 跑很多东西 跟很多人去 尽量多的去聊 聊一下 再回国之前 所以说以后大家觉得 我说错了 那你就是对的 好吧 你一定是对的 保证你是对的 我承认我错了 可以吧 然后大家就不要发展成什么 很高的高度 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 再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商人 我在这边又不是说来研究他的文化 研究他的历史 我就是来找一个商业机会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干嘛要扯那么远 扯那么大 以后这些问题咱就不谈了 我承认我之前的一些错误观念 影响到了一些 这种硬黑也好 硬吹也好 反正我是觉得 我把我所经历的事实 我看到的东西 我总结出来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而已 好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视频就这样子吧 然后今天也要跑这个地方 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 拜拜